其实你也知道 逃不开逃过的狼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就在去年 咱马爸爸也终于是成功的追到了星 和自己的武校王菲合唱 说到这追星啊 那不仅是咱普通老百姓的爱好 不少的明星明人 也同样是追星舞 有些人甚至追着追着啊 就把自己给追成了顶级艺人 让老郑是不禁感叹 如今没个才艺 那都不敢轻易追星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些把自己追成艺人的小粉丝 要说哥哥张国荣啊 那可是不少明星艺人的偶像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就是演员尹正了 但今天要说的这位 那可是比尹正还要厉害 他不仅在年幼时给哥哥献过花 长大后啊 更是直接被哥哥邀请做了演唱会嘉宾 没错 他就是歌手莫文蔚 不仅如此 他俩甚至还演过情侣 爱真是让人一时间不知道 是该羡慕谁好了 真的没想到长大之后 就是我进演艺圈 然后还可以跟她拍电影 演她女朋友啊 然后也变成跟她很熟 完全明白我只决定 叫你太熟 就好 我还有我的新一边 即使一口 爱你 你没有 应用外面 台上的这位歌手啊 想必不用多说 大家也都知道是谁了 但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台下这一群小粉丝中 最最激动的这个小男孩 正是如今的当红歌手吴清风 要说在那个年代 能买到这么靠钱的演唱会门票 那风风啊 那也是相当有钱了 有钱真是大事 当年16岁的吴清风 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多年后的今天 他也能有机会和偶像 站到同一个舞台上 做他演唱会的嘉宾 一星啊 相见 但要说追星最成功的 昆灵第二 绝对没人敢说第一 好家伙啊 人家那是直接把自己 追成了偶像夫人 但老周还是要说一句 追星要理智 不要盲目追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老周视频的 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